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出差就在杭州 要出差好 他就跟女朋友去吃饭 结果吃饭的时候 眼睁睁看见他老公开着车 从街上过去 还正在跟旁边的女人亲热 他老公也看见他了 看见他了 他老公开车就走了 不会吧 这么没人性 不 当时就做了个决定 然后就是说 一个星期他老公也没回家 然后他等来的是 他老公的一个离婚协议书 就是说 咱离婚吧 于是这个女的 你知道吗 就放不下了 这个女的当时啊 是那种 你知道有知识的那种女性啊 他还二话没说 也不闹 也不哭 也不喊叫 签了名 而且呢 就表现更加努力的工作 在医院加班 可是过不多久 医院的例行体检 这个医生得了癌症 早期癌症 他不会是14号开始 不是那个事情 是直接的导火索吧 不是一段时间 我就说 我看到的这个东西啊 是最近的一个很 讨论很多的一个报道里边的一个故事 而且呢 我老相信这个癌症啊 跟你这个心理有关 有关系 就是说你比如他这个一边讲 就说这个女医生是70年代的人 说现在70年代 婚姻 生殖 而且孩子还小 都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 现在就是说人家研究啊 已经发现典型的70年代生人 得肝癌的 得肾病的 得肝病的 这个专家认为都跟心理性的压力 缘呢 有关系 咱们仨 你你就是70年代 对 其实我最有发言权 嗯 看上去 对啊 快活 一点都不拧 但是我觉得 其实 嗯 像 60年代生人 算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你们要所面对的 是困惑和压力 比我们远多得多 谢谢你 正是因为我是中流砥柱 所以我现在都病了嘛 对啊 那天我还看见一个70年代你生人 女的现在都变成什么了 写博客 说某一个情人节晚上大醉 回家 一摸 手机和针槽都没丢 大睡 都是这论子 这种调侃 我跟你讲 最近 其实我 你和70年代生人啊 其实 所有说的那些东西都是虚假繁荣 什么身边有很多的情人 看起来其实生活多姿多彩 我身边就有很多的这样的女性朋友 其实也挺 其实 其实挺 其实挺空虚的 就越到这种过节的时候 自己越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 美国的太空英雄 太空宇航员 这是经历过很强度的心理训练的人吧 对吧 最近你知道 就有国际性影响的 人家那个法庭执行官都说 说这个新闻带来国际化的影响 是因为他具备了一切 你不是学戏剧吗 一切戏剧的要素 诺瓦克 那么登上过月球的 美国女宇航员 下地之后 婚姻就完了 因为他老公呢 就说我你上天的时候 我帮你看着孩子 现在你下地了 得全归你了 那么反正就就婚姻完了 也是三十多岁 但是呢 他觉得他自己跟另一个太空的男的好 实际上人类男的说我没跟他好 但是在失踪状态下的误解 但是呢 他莫名其妙的就知道那个基地啊 有另一个太空基地的女女军官 跟他喜欢的这个男的关系比较好 你知道这个女的干了件什么事啊 穿上纸尿裤 驱车一千五百公里 就是说中途都不带停啊 建墙 穿纸尿裤 开一千五百公里的车 开到那个太空基地 找到那个女军官 往他脸上泼胡椒水 泼胡椒水 你知道吗 就是个心理失重 人家就说这个人 现代人的这个心理失重的这种现象 很不得了 就还有很多案例 就是看很多好莱坞的明星 得到了奥斯卡之后 很多女演员啊 得到了奥斯卡 以后之后就面临的第一个大事 就头统大事 就是婚姻的破裂 他得了奖反而破裂了 对得了奖了 就老公就就嚷嚷就不干了 就跟这个太空 就是宇航员差不多类似 就我就觉得啊 他说这问题 就是说你甭管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啊 没有本质区别 你都没有一个本质区别 都是说啊 你得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 急剧变化的环境 所以说我最近对一个问题啊 很有研究 就是强迫症 这个强迫症啊 我说的不是医学的强迫症 我就说这个 强迫的这种东西啊 你觉不觉得我们从小到大 就在强迫自己 咱说大的 你哪怕你把 你把中华民族 当成一个人的话 你你会想象从清末开始啊 这个从这个亡国灭种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又是你知道韩少公讲话是几十年崇美 几十年崇俄 几十年造神 到现在几十年纵狱 一直到现在生活的年代纵狱 现在非常我为什么感谢这个时代 因为他说现在是可以纵狱的事 就是说但是没有人想过 现在中国让外国人什么刮目相看 但是他这个外表的强者背后啊 他在这个近百年里经历的这么多的拧巴呀 你有没有想到过在一个人的内心会留下一些阴影吗 会留下一些危机吗 其实对对七十年代的人来说 这个冲击就是更大的 六十年代的人可能当时的生活就是还是比较平和吧 比较平缓 可能你们还有时间去看书 了解的 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精通 那至少了解很多的作家 然后什么流派 什么都是如属家珍都能说出来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 其实知识爆炸已经不存在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信息爆炸 所以就是你看到一番一个杂志 就是贩卖的都是欲望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有蠢蠢欲动 但是你又觉得得到那些东西你快乐吗 然后你就是很多外国人就说 说那个就是刘思 如果是我生活在你这个时代的话 我会疯掉的 我会crazy 就不行了 但是你们都可以 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你们差不多五年 我就在回想 我就五年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都是翻天覆地的 所以说的那些刚才那些病例 什么困惑啊 什么忧虑啊 什么压力 其实我当我倒是觉得 我都没有来得去去做反应 所有的东西就已经是就是 还行 怪不得最近读研呢 我发现这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不是不是 我真的是这样 后来你说的很有道理 当我有一天 咱们先去一样广告 反省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说 徐老师 他讲的这个其实时代跟价值观的关系 其实他们长大的时候就是 你讲的就是四大天王啦 香港电视剧啊 这些东西完全以正面的价值观进来的 这跟前面真的不同 前面的比他们大十几岁的那些人呢 当时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革命的 红三红啊 另外一些就是西方被禁止的经典的 贝多芬啊 莫扎特啊 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两个价值观 他们是扬弃了前面 信纳的后面就出现了八十年代 可是对他们来说 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的 本来呢 如果说中国后来没有八十年代末这个事情的话 八十年代启蒙的这一代 是有办法说服 其实年代这一代 世界上什么是好的东西的 可是呢 因为那个变化以后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 这个世界 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人能够说服他们 什么人骗得厉害 什么人就发达 你明白没有 所以他们这个从来就是在这么一个 商业的价值观出来 你知道 你像那天我们找那个叶晶导演来做 他就说 对 我就说啊 中国人就像你刚才讲的 举世无双 超强的 说咱们适应能力强 可是现在啊 我就觉得中国人的心里被特别的野蛮 粗暴的拧拔了 这种强迫呀 都是有来自外在的 但是最终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强迫 这会带来啊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你讲你那个年代 五六十年代的人 徐老师我拿本书跟你说说 自污与自树 就叫涅干弩 我跟你讲 我给念一段 他 一九 挺有骨气的 一九五四年写了一个检查 那个时候还轻描淡写 就我就是生活比较散漫了 有点小自然机情调了 经过了一年的改造之后 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你看 他的检讨 说在反省的初期 我是有抗拒情绪的 觉得自己最多不过落后而已 何至于跟反革命有关 但是经过写历史材料 那个时候强迫写历材料 我越写啊 用真凭实据把自己证明给我自己看 我自己写的每一件事 对我自己都是一顿鞭打 使我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起了变化 彻夜彻夜失眠 几乎要淹死在自己流的汗里 而同时又不可能又不可忍耐的发冷发麻 经过这样一个相当长 其实也就一个月以上的时期 我终于认清了自己 我终于领悟到从旧人变成新人 一定要脱胎灌骨 要经历心理和生理的这个剧痛 我跟你讲 在我看了这个 我跟这聂老真有共鸣 我当年跟大家吹嘘的 就是说我这个人适应能力一流 什么我不爱做的节目 我不感兴趣的话题 给我三天时间 我就能喜欢 是我一次次的这样去做 一次次的这样去做 到最后我发现强迫症就是这样形成 到最后甚至你看过 你醒了是吗 后来 不是到最后我发现 没有强迫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了 甚至于自己做不出任何一个决定 你到最后你开始依赖这个强迫 你比如说咱该去吃哪 最好你说了 我不决定 甚至于你比如说我在台湾 我就觉得我都浪迹街头 我买双鞋 你知道吗 不能自控的 我去了三天 我连 我走在街上 我自己很 这就是强迫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强迫症 选择就定不下 连连这么一件小事 我彷徨自顾 我说我怎么现在 有病了 我连买双鞋 我都要去三次 我都决定不下来 这就是那个香港有一部电影 就是张柏芝演的和刘青云 刘青云 他饰演的不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就是在大都市里面 就是选择恐慌 选择强迫 我自己特别有意思 我还自己做杂志 其实做杂志就是做简报 我就把我喜欢的一些东西 就是插在一个那个文件夹里面 其中有一页就是 我剪了无数的化妆品 护肤品 然后那 我还给那一篇提了一个标题 满城镜式护肤品 我也选择强迫 所有的东西都这家好 那家好 他家好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适合我 我跟你说 这个是你每个朝代的这些强迫 其实都有共同点 就是怕落伍 就是怕自己落后于最先进的东西 沈从文在编程的提记里就说过 他说我这个书啊 不是写给那些领导潮流的人看 也不是写给那些根潮流的人看 你看他这个话到今天还在 为什么那个时候 捏肝弩要这么做检查 巴金临死之前 都不能把他的检查交代拿出来 今天的人为了名牌 当初是为了政治洗澡 对不对 那个杨将写的洗澡 这个东西背后都是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中国人呢 怕落伍 最近那个Google 让我让我说一句行 最近这个Google 不是发了一个雄心 说要把全世界的这个书 全都能上网 不是那出版机构人就不干了吗 你把我们书都上网了 不是 谁来买我们的 对啊 然后Google就说了一句话 是大意啊 说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呢 能生存下来的 既不是强者 也不是弱者 而是能适应变化的人 你明白吗 我跟你说强迫自己啊 不是什么坏事 人的进步 就是靠你从小强迫自己才进步 但是呢 不要是强迫的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社会当中 从公司到家庭到更大的范围内 这种外在的强迫的 他不是说我自己觉悟 自己不断改进自己 是压力 是强迫 甚至于呢 你比如说过去是这个党 是吧 是文革 现在呢 我给你看一个小的一个小视频 我觉得李秀员发给我 我觉得挺经典 他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现在是老板 在重新塑造你的 不仅塑造你的思想 而且重塑你的感觉 就是说有一个员工 说跟老板说我太累了 我要请一天假 然后呢 这个老板就说 哎呀 你怎么对公司有这么多的要求 我来给你算一笔账 你究竟一年工作了多少天 你看看这个挺好玩的 好好好 我们来算一算好吧 我们来算一算啊 一年有365天 你可以工作 一年有52个星期 你已经每星期休息了两天 剩下了261天工作 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再工作 去掉170天 那么剩下91天在工作 你每天花30分钟的时间喝咖啡 加起来有23天 剩下68天在工作 你每天午饭的时间 你花掉一个小时 又用掉了46天 还有22天在工作 通常你每年请两天 通常你每年请两天并假 这样你的工作时间只剩下了20天 你每年都有五个节假日 公司是休息不上班地 你只干了15天 每年公司还慷慨的给你14天的旅游度假期 算下来你就工作一天 一年你只工作一天 小羊 你 要请一天假 我就是人家 我就是公司 我就是大家 刘子 我跟你讲什么叫强迫症 你研究电影的 不是有个电影叫语人吗 你知道记得吗 达斯汀霍曼演的 他比如说我每天要看新闻联播 看不到就完了 世界崩溃了 这是他的 他必须依赖一个固定的 是上MSN的人 不变的一个东西 现在很多人 你比如说我不把昨天晚上网上所有的新闻都看完 我没法睡觉 但是真的这些东西对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活质量 有决定性的作用吗 我也很困惑 你不要知道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你就觉得自己很落伍 他觉得这个事情有影响就有影响 以前很多年里面 你没入党就叫组织问题没解决 你没结婚就叫个人问题没解决 只要你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就是要强迫 现在有很多人是LV的问题没解决 对不对 很多女的LV问题没解决 所以他就是个强迫 他买别的 他再买了十个二十个 他还是没有用 不信代替不了 还是代替不了 你看他这个麻烦吗 很多人比方说买车 很多人好端端的车什么都好了 就因为人家说了一句 哎呀我要是要求低一点 这个牌子我也能用 他就听了这么一句 就把这个牌子给否了 然后自己又去追另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就是赶他们都去拍戏 全解决了 我觉得拍戏就是最大的强迫 强迫到骨子里了 其实是 但是你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其实拍戏把你赶到一个地方去 比如说我就是刚拍完一个戏在那个云南边垂 一个叫打落的地方 就接近缅甸 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没有红绿灯 然后我们旁边的那个村叫曼邦村 住着一个大毒销 刚刚被围剿了 就是前不久都被围剿了 你们的剧主到那究竟是拍电影 还是干什么 很值得怀疑 就是去拍电影 但是我觉得我很庆幸 虽然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强迫症的一个表现 但是让我觉得我看清楚了很多东西 就是名牌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能被净化的 不是像我不是说一些套话 因为看到很多东西你是受环境的影响 在那儿的人民风很淳朴 你吃你吃三块钱 一个的烤鸡 一块五 一块的烤鱼 你觉得你很快乐 每天你想不起更多的东西 你也没有资讯 那是因为你在拍戏 你想着将来能上荧幕 不不不 我没有想到这些 我没有想到这些 当我到了机场之后 我发现 那个那些时尚杂志 那些妇女杂志 然后那些东西 我又强迫症 就掏钱要去买的时候 我发现完了 我破功了 强迫症 就是不由自主的 要做一件 本来没有什么必要的 真的没有必要 我跟你是知音 我跟你讲 那天我看见一句话 心有所动 说是人的焦虑 人的心情不愉快 都跟一件事有关 超出 超出个人能力的幻想 还有就是你要选择 你不能左右的事情 对 超出个人能力的幻想 比方说资本家给你八个小时的时间做这个工作 你硬要用24个小时的时间做 结果是什么呢 做得很好 你是第一 对吗 可是 你是犯规的 你明白吗 对你自己的身心健康来说 你犯规了 你犯规了 但是呢 你你就没有办法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意义 恰恰是在超出个人能力的幻想 拧巴 所以为什么人类就是拧巴吗 我告诉你 他讲的这个在乡下的时候 我是在做了好几年农民吧 有长长的几个月上年的时间 没有看到女人穿裙子 因为那江西的农民 女的是不穿裙子 没有看到女人穿衣服 没有看到女人穿裙子 而且整天都是在农田里劳动 可是我还记得有朋友给我寄来几本参考书 从上海寄来 包书的一张报纸 是一个周恩来接见当时的加拿大总理 可是那个总理夫人穿的那个裙子 我记得我在乡下 我那一世 我觉得有点像她的裙子 但是很多呢 我不知道这是人性还是一种虚荣 反正我印象极深 就是周总理在机场接见 就是见那个加拿大那个总理 好像像特鲁多吧还是什么 她的夫人的这个裙子 把我很多梦想给换回来了 是男性自身的本能啊 所以在教育一点都没用 那什么男性本能啊 那他们虽然不穿裙子 可是他们衣服有时候 你还是 很暴露的 你还是会判断的 我看淡的那个东西 不是因为它的肉体 什么气质更高贵 我觉得不是不是肉体 而是那一种裙子嘛 是吧 对啊 所以后来我同意王尔德的句话 王尔德说假如我到了荒岛上 就算没有任何人 只要有条件的话 我还会打起领结来吃西餐 这是矫情啊 王尔德是同性恋 你看看你这个对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这个是 我不知道这是人性还是 就改造不了呢 还是怎么样 我就跟你讲 超出个人能力的幻想 不光是 我是说呀 你自己愿意自由干什么 没有关系 最罪恶的是什么呢 野蛮粗暴 我们因为我们发展太快了 所以在很多地方啊 你要适应环境啊 你对你自己啊 是个手段的 太野蛮粗暴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咱们举最近的新闻 是吧 国奥队在英国 跟那个什么皇家园林 巡游者什么什么玩意儿 群欧嘛 现在网上都在大骂呀 就中国都写第一反应 道歉 道歉 好久就道歉 可是现在人家视频录像放出来 是那帮英国的流氓队员 先对我们动作放肆 而且本身就是一个 咱跟一个不入流的这么一个球队 在那比 人家网上好多人都说 首先为什么跟这队比赛 再一个 他们动作那么野蛮粗暴 最后我们 你有没有想到 咱们中国从小 老师就要逼着你 做检查 甭管什么 你想通想不通 我跟你说 我们就是这么 保受退 孩子在外面跟人打架了 先叫回来教训 对 做检查 你这个 道歉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最虚伪的一个地方 不问题是他们连打三仗 他们连续在三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都打 香港报纸很明显的批评 批评我们 批评国奥 中国足球队员的足球队员 我怎么连续欧洲三个城市 你问题这个东西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 每一次如果做毕业或什么东西都可能有理由 但你不能连续几次 你不能连续几次 口碑很重要 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口碑就已经是这样 就坏孩子 你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 国奥队要去香港 感情还怨我们吗 这事我真是 详情我也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你连续每个城市都跟人打 我们打遍天下无敌手